本节目由先生药业特约播出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有关 胸外科临床实践的一些问题 外科它的出生并不高贵 在500多年前 1540年 在英国成立第一个 外科医生协会的时候 它是来自于理法师协会 高贵的贵族们 不细于做这些工作 因为与伤口打交道 是龙 是血 是慷张 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 这些工作谁做 理法师 馈子手 澡堂的 戳澡工 有这些人做的工作 即使在这样的地位 经过不到500年的时间 我们外科经历了一个非凡的时期 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器官我们都会触及 也许你不知道 到现在我们的外科机器的时代来了 当一个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的时候 可能根本就不在你的身边 这个外科医生可能不在一个城市 不在一个国家 甚至某一天告诉你 给你做手术的外科医生 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这就是我们现在 外科确确实实达到了这么一个时期 将近500年的这发展历程里边 我们不得不说 他的创新 他的改进都是非常艰难的 在500年前 法国的 居民的外科医生 当时面对许许多的 战伤的病人的时候 当伤口发现发龙的时候 用烧开的油去浇伤口 现在看起来 非常的方唐 但那个时候是常规的手段 所以说他放弃了这个手段 但是即使换弃了这个手段 也没有使这些个病人 浴后好到哪里去 所以在他莫志明里边 是这么显得 I dressed him but good heared him 什么意思 我把这些人包扎了 没有引油来浇 但是他真正的伤口的浴后 靠上帝 没有上帝 伤口浴后不了 但是到今天我们可以说 不是这样 我们有快速康复外科 我们的病人可以非常快地 好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努力 在我们发言医院所里边 我们专门成立了 快速康复研究室 而在中国 确确实实我们的外科 跟西方已经同步了 各个方面我们都已经做到了 围唱外科 我们的遗志外科等等等等 都已经做得非常地好了 我们看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努力 我们的医治外科 心臟移植 肺移植 肝移植 肝移植等等等等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地高度 同时我们的围唱外科 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地时机 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个每年上海胸科医院 肺科医院 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手术量 经常会看到 这两家医院的围唱外科 在做全球转播 这就是我们的努力 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工作 我们做了全国第一个 肿瘤院系统的肺移植 当时我们希望能够 对一些局限的 肺功能不好的 能够产用肺移植 来治疗肺癌 这是我们的努力 同时我们也做了全政客清扫 在这里边 我们的围唱外科 也是在肿瘤院系统最新开展的 在06年以前被认为 围唱外科是一个可选择之一 到了10年 认为是一个可以接受 reasonable 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术师 而到了14年 已经强力推荐 产与围唱外科 但是 大家有没有想到 在选择这些手术的时候 你有evidence吗 我们直到现在 我们还缺少一个 真正的一级证据证明 在肺癌 产与围唱外科 和常规的开心手术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最近我们在新英格兰杂志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围唱的 这个复科手术 弓颈癌手术 和开放的复科手术 是让它的结果就不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做了 我们全国的第一个 5010的小切口 对比胸腔镜的 肺癌的手术研究 而这项工作 我们到现在 已经做了十年 我们有三次 邀请到美国和欧洲 做相关的报告 结果要发表了 这是另外一个 大家看看 这个小孩 是一个肺癌宝宝 这个病人 他是在双侧肺癌 双侧双肺切除 肿瘤进展 在肿瘤进展准备 接受进一步的 发疗的时候 结果怀孕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 让病人流产 接受治疗 还是 让这孩子留下来 经过艰难的选择 结果这孩子留下来了 而在这个怀孕 普宇的过程中间 非常令人兴奋的是 病人的肿瘤 没有任何进展 昨天 这个妈妈又回了复查了 已经停止任何治疗 超越两年了 而她的肿瘤 仍然没有看到进展 那是什么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同时又开展了 在普宇齐的肺癌的相关的研究 肺癌与内伏命之相关的因素的研究等等 我们希望能够探索 我这里边主要将两个 我们做的一些个创新 第一个就是寻强境的肺与淋巴亲手 大家知道 乳腺癌的淋巴转移 包括主要是小叶欧的淋巴转移 但是它也会转到肺域区去 那么对于肺域区怎么办 这一点我们称乳腺癌治疗的发展 我们看一看 最先的1890年 由哈斯利德最先发明了这个手术 到现在已经超过120年的研究 标准的根治术 到这个扩大根治术 到改良根治术 到包入手术 在这个过程里边 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研究 这里边我们看到的 尤其是扩大根治术 扩大根治术的意念就是 把1708G牵扫 把类语08G牵扫 甚至有人做超扩大根治术 1963年 当时的这个扩大根治术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语性癌会议 在会议上面提出了一个意念 我们能不能够就我们 这个世界上开展的扩大根治术 做一个相关的随机研究 看看到底结果怎么样 全球18家真心参加了研究 整个入了1500多个病人 而结果出来 非常地遗憾 这是个阴线的结果 什么叫阴线的结果 就是说 做扩大根治术和标准的根治术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病人没有活得生成 但是当我们仔细看它的进一步地 压走的结果的时候 事实上 在这个扩大根治术的病人里边 它的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率 是降低了 而且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它当年的数据的时候 这些入主的病人 手术以后 没有接受相关的抗肿瘤治疗 有现在所讲的放疗 化疗 而且在当时的条件是 这个病人手术前的评估 也非常地缺乏 没有做相关的CT 我们做了一个普通的胸片 一个普通的胸片 对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废转移 有没有远处转移 其实我们不知道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评估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可能这些晚期的病人就入主了 那么在最真的结果分析的时候 可能称淡了 做扩大根治术的优势 这个曲线 是我们国内上海所做的工作 大家看一看四条曲线 上面一条是既没有业务淋巴基转移 也没有内语淋巴基转移的 下面一条是都转移的 大家看看 当然上面没有转移的是最好的 都转移的最差的 但真正一条是只单独有 内语淋巴基 或者这个业务淋巴基转移 那么任何这一组出现转移的话 它的效果都是不好的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下 内语淋巴基应该在乳性癌的资料里边 正有相当大低位 如果有内语淋巴基的转移的话 将会影响这乳性癌的资料的效果 最后的生成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能不能搞 切除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这个临床研究出来告诉你 切除没有优势的时候 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放射资料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图 这是国际上几个大的肿瘤中心 这几个中心包括了最出名的 Emily Anderson和美国纽约的 Memoryson & Catherine 这是两家最主要的中心 这是他们的结果 他们的选择是完全相反的 也就是说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支持和反对的原因 其实是放尿所引起的相关的副作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了 放射治疗以后 当然病人局部的复发力提高了 但是五到十年以后 有大量的病人 不是死于肿瘤复发 而是死于心脏相关的并发症 当这些并发症加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很遗憾 这些个放尿的活力大大降低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会选择放尿吗 放尿还是好的选择嘛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内与淋巴结转移 影响病人的生成 而内与淋巴结的放射治疗 同样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选择了违畅的办法 引胸强劲 做内与淋巴清爽 在切完乳腺以后 在心中把内与淋巴里全部切掉 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发现病人身上没有明显地增加 但是这个乳腺癌 这些个病人 做完内与淋巴清爽以后 最真是活跃的 我们到现在 已经完成了一百多例病人 而这个得到的结认是 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知道 病人的淋巴结的情况 而通过这样 我们使病人能够更准确地 接受相关的治疗 改变它相关的一个治疗决策 而我们的相关的工作 发表在Blesser上面 而接下来 要把我们的手术模式 手术方法整结以后 发表在肿瘤外壳年线上面 要谈到这一点的话 必须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为什么 这个肿瘤年线发表这篇 我们的前号 我们发了两年时间 只要八次修会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 为什么 把这个手术 因为作为一个新手术 介绍出去的时候 我们受到了美国和欧洲 正大的质疑 当时他们提出来的一个 你这个手术 是不是省伤增加了 放疗可以替代 为什么你要做手术 在一个西方大量的病人 可能要做 有心脏的问题 可能以后要做打桥 那么你把这条血管链 你把切掉了以后 要打桥怎么办 我们不断地回答问题 不断地解释 最真西方 几乎所有的申狗专家 都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最真发表了 而当发表这文章以后 大家看 在这个中国医学论坛报上面 也专门对我们这个工作 进行了专题的报道 作为跨学科的 新的一个手术方式的 一个衍生和应用 目前我们的这个手术方式 已经正式接受了一个 正规的手术 不但在国内很多中心在用 甚至在国外也在用 澳大利亚 这个专门有一个专家 到我们在参加会议以后 回去要很快 就邀请我到澳洲 去介绍我们相关的一些经验 我们的手术 已经在他们澳洲 作为一个常规的乳腺癌 对于领巴转移的 一个手术的方式 另外一个 就有关首府做新疆镜 对肺转移瘤的切除 大家知道 这个肺几乎是所有的肿瘤 最常规的一个转积部位 一旦出现肺转移的话 这些病人都是晚期的病人 那么在90年 欧洲 美国 启动了一项研究 5206例病人入了主 在这里面结果非常令人的欣慰 肺转移的病人通过外科手术以后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它的五年生成率超过了30% 而这些个病人即使出现复发 转移以后 还可以再次手术 再次手术以后 同样的 这些病人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这些病人当时定的一个实验证 就是原化肿瘤得到控制 没有肺外转移 或者肺外转移 同样可以控制 再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招 可以完全切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肺转移瘤 能够接受外科手术 已经基本上在全球 所有的外科医生里面 基本上接受了 但是到底这个转移瘤该怎么切 在这个90年 美国纽约的 Morris & Catherine医院的 麦克·麦克 先在胸腔镜下把转移瘤 设计看到的 能够切到的 全部切一遍 切完了以后 另外一组医生上去 开胸 再切 非常遗憾的事 超过50%的病人 当你开胸以后 发现还有肿瘤残瘤 基本上 跟这个胸腔镜 做转移瘤切除 画上了一个句号 1999年 在意大利的一个专家 发明了另外的一个手术 经过这个箭头下边 把手伸到双侧心强去 而做转移瘤切除 当时麦克·麦克 这个手术 转移瘤切不到 就是因为 当转移瘤很小的时候 心强镜下 你看不到摸不到 你切不了 剩余了 那么这个意大利的Mano 他是把手 经过箭头下 伸到双侧心强去 那么能够切除 这个时候 走了一条非常好的路 但是 他只报道了四例 在当时 我的导师 Peter教授 他看到了这个研究 马上在澳大利 要启动了相关的研究 当时我的师兄 在澳大利另外一家医院 同时也启动了另外一项研究 他是把手 经斧枪 经过隔击 伸到心强里面 后来我否定了这种方式 为什么 大家知道 转移瘤 转移到心强里面 你在在斧枪里面 开个口子 进隔击 胸枪 斧枪全部相通 一个 隔击的身上 不飞消 另外一个 你要将 一侧的隔击进去 坐一边 另外一侧隔击进去 坐另外一边 这个省上也不飞消 另外两个枪系相通了以后 一旦有政治转移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那么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回到国内以后 进行了很仔细的解剖学的研究 我们发现 其实除了剑透下之外 我们看一看 在隔击上面 实际上有两个点 有两个点 是没有隔击复着的 这个点我们叫胸的三角 胸的三角上面 只有这个腐膜和这个胸膜 另外它里边覆盖的 里边是指黄组织和内语血管 经过这个间隙到腐腔 到这个腐质剂号方 形成一个腐壁上腐壁下动脉 腐壁下血管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基于这样一个情况 选择另外一个的办法 就是经这个胸肋三角 在做双侧的转移流的切除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手术的设计 大家看看 在剑透下方 当然为什么有人问 为什么不显示 Melo的办法 Melo的办法是一个选择 但是当时Melo是一个红切口 它是要把这个剑透把它剿掉 然后把手伸进去 压着心脏伸去 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麻着时经常会提医间 当你手伸进去 要正好从心脏前面再进去 这个时候对心脏压迫很厉害 另外一个 乐公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间隙非常的小 手进去了以后 常常手痛 在这个墨本 当时我们 反照Melo的手术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我的手进去 为什么 我的手相当比较小一些 如果说在北美 在欧洲 那些个医生的手的话 经常的8号8号半的手套 那么进去的话 手是夹得很痛的 另外 这个口子又做得很大 但是我们这个方式 大家看一看 我们是选择了 在建筑下的一个正切口 经过腐质机翘 把腐质机牵开以后 经过胸轮三角进去 这么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做一个口子 一个口子 可以进到双侧的心腔 双侧的转移流的切除 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们切除了转移流 在肺里边 可以把大量的转移流 一个个摸了 一个切除 非常精准地切掉 而且不省上太多的肺质质 所以我们认为 当时这个手术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这个过程 非常艰难 我们进行大量地探索 而这个工作的话 我们也发表在 这个胸外科非常重要的杂志 ATS上面 而从01年到12年 这么十几年的时间里边 我们总共做了100多例 到现在 我应该说 我们整个的手术例数 已经超过200例 我们病人的来源 来自全国国地 有重庆的 有东北的 都是看到相关的报道 听到相关的 这个工作 知道了以后 来我们这里 选择这个手术方式 而结果 非常令人的欣慰 直到现在 我所看到的 在大征的研究里边 我们的报告 五年生存率最高的 这些个病人 非得转移流 接受了手术以后 他的五年生存率 竟敢超过了60% 比原化性会癌的 五年生存率还要高 我们外科医生 需要工匠健身 工匠健身 使我们不菲的承诺 而思考和挑战 是我们进步的源泉 而创新 是我们云远的一个追求